字幕提供 Hello 歡迎收聽古惑仔 今天又來到有什麼好東西看 我自己很喜歡看蜜兜的影片 蜜什麼我都很喜歡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 2016年蜜兜的電影系列 叫做蜜兜泛寶奇兵 這套東西是好看的 但同時都要帶著一個檢驗的 一個批判眼光去看這套電影 這套電影是2016年的作品 其實它的計劃是不錯的 香港是很少外星人集地球的電影 這套電影是說 有一個超級厲害的外星怪獸侵襲地球 地球的防衛軍不夠打 連超人出場都不夠打 結果世界總統就和全世界 掙扎一些戰鬥機械人的設計 贏了那個冠軍 就可以調配地球上所有的資源 去做機械人出來 就打怪獸 結果 我住在漁村的小朋友 麥兜 贏了 這套電影已經好看了 本身 這套電影都有很多 一以往他們的系列好看的位置 例如是 麥太的現實 對著麥兜的天真 撞得很好看的 亦都有很多草根 一些很細節的位置 但我說要帶著檢驗的眼鏡去看 為什麽呢? 因為我忍不住 真的會看當中有少少的政治行為 以下這部份是劇透 如果你未看 你可以回頭再聽這個分析 又或者你不介意你 一直聽 我想說 特別最後那部份 主角的機械人 他要打怪獸的時候 他選擇了不用戰鬥的方法 而是他選擇了用服務怪獸的方法 令到怪獸為何要這麼生氣 為何要襲擊地球 就是因為他很生氣 很多怨氣 他就用服務的方法 又幫他按摩 等怪獸沒有了怨氣之後 就離開地球 他是帶著機械人離開地球 雖然這套的蜜兜 本身都有很多黑色幽默 或者跟大愛撞到的感覺 這些是他本身好看的東西 但是放在2016年的 context 你怎麼都會想到怪獸是那些侵略地球 那些隔離國家 那他侵略地球 然後呢 主角那隻機械人 又要餵他吃東西 餵他飲食 幫他按摩 哄他開心 還被他當作是一個家庭電器 那樣帶他回到自己星球 真的覺得好使好用 那樣帶走了 接近了 但機械人變成一塊行李 那一幕看到我有點傷心 即是我們在一套戲裡面 是面對著一個超級極權 但是這個就是作者的答案 即是人與人的衝突 的而且確 你可以理解就是透過理解 透過疏度去解決 但是那為什麼主角的機械人 要有家庭帶回不到呢 那當然這套戲 不只是香港製作的 它是合拍片來的 整套東西的畫面 其實很香港的 不過呢 他由頭到尾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他是香港來的 那麥兜式那些溫情位 依然都是很好的 真的會有感動的東西 還有他混合了 那種日本式的英雄題材 都挺好的 主題曲 全部東西都做得很好 也都有不少一些 很出色的一些細節 例如幫忙做機械人的 是一些港式的五金譜的老闆 然後起機械人 起飛的時候 其他的成員在那裡 只顧著打巴掌 那這些細節 其實挺港式的搞笑 挺港式的幽默 但是你說草根的感覺 有但是就沒有以前那些 那麽濃烈 也都沒有了標榜香港那種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套東西 對於這個結局 會不會滿意呢 會不會我想多了呢 不過我覺得 不會想多了 電影不是那麽簡單的 當然作者 都會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可以表達出來 他未必直接表達出來 觀眾也會有他的詮釋 我又不覺得要詮釋到作者已死 但是這套東西的結局 是很爭議性的 介紹大家 不妨看看 然後討論一下 我們今天介紹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講不同的故事給大家聽 我們是古惑仔 一個講故事的頻道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 又或者將有興趣 或者覺得有趣的故事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因為我們都想多些人訂閱 好啦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